很多爸爸妈妈会问我说 我什么时候要带小宝宝看牙 是不是等到牙齿痛了再来看 当然不行哦 首先我们会建议爸爸妈妈 小朋友有牙齿就可以开始涂佛了 哪怕是八个月九个月开始长第一颗牙齿 我们就可以开始涂佛了 然后呢 我会建议爸爸妈妈每三个月 带小朋友来牙医诊所逛逛 怎么说是逛逛呢 当小朋友来牙医诊所都是检查 都不会痛都好好玩 做完了之后达成目的了 还可以拿到奖品或者是气球的时候 小朋友会超爱来牙医诊所的 那这时候如果牙医师又在每三个月的定期检查 发现了小朋友有小蛀牙的时候 初期的蛀牙是不太会不舒服的 所以赶快把小朋友补起来 小朋友的看牙经验会非常的好 这样子小朋友就不会怕看牙齿 小朋友如果不怕看牙齿 爸爸妈妈就轻松愉快了哦 爸爸妈妈又问我说 有的时候小朋友的眉牙长出来 怎么会这么外八 好丑哦怎么办 什么时候做矫正呢 其实每个小朋友长牙齿的这个位置 有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建议爸爸妈妈每三个月带去牙医诊所 可以问问牙医师 我们家宝贝现在的情况需不需要做矫正 对矫正这么的有兴趣 那么我们上一次特别来提提矫正的问题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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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에